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儿童和青少年来说 这次的死亡直播未免太过刺激 对于认识死者的人来说更是十分残忍 但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在事发后反应迅速 某程度来说亦是因为直播带来的压力 如果香港政府当时对民众的情绪拿捏不准确 下场将会比菲律宾政府更惨 直播一方面换起了大家的同理心 可惜亦换起了一些人的非理性情绪 其实菲律宾政府和警方的贪污无能 菲律宾人本身都是受害者 应该成为被同情而不是被怪责的对象 在通讯科技那么发达的今天 在自由社会中阻止 不知传媒直播类似的突发事件 根本是不可能的 唯一可行的只是民众加强压力 要求传媒的负责人自律 如果有任何传媒播出一些 可能危害人质安全的内容 必须严厉地欠责 另外传媒应该知所折制 让受害人和他们的家属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可以有多些空间 可以静静地疗伤 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千万不要为了欠新闻 而不断追访他们 要他们一次又一次重复有关的伤痛 临时最低工资委员会 已经就最低工资金额达成共识 虽然未能达到工会 和不少打工仔的期望 但起码是向前卖出了重要的一步 贫富懸殊和在绩贫穷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如果我们不正视 将会是一个杀伤力极大的计时炸弹 不过随着最低工资的实施 这个问题也必须要关注 就是劳工界同样争取多年的标准工时立法 仍然未有动静 根据统计处的数字显示 有128万的雇员 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 较去年同期多11% 相反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下的雇员人数较去年减少5% 反映香港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 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以及与家人朋友的关系 健康工时是教会团体应该特别关注的一个课题 因为人不是机器 除了工作也需要顾及各方面的平衡 包括个人的心灵健康 以及与家人的关系 基督教重视家庭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号 我们应该努力为自己和其他人 争取应有的空间 大家搬入父母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子女 千万不要让成千上万的儿童 成为有父有母的孤儿 其实 工时过程也严重蚕食了信徒的信仰生活 在长期加班的压力下 要好好地灵修祈祷 参与教会的小组团契和祈祷会 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人们会着需要工作 但我们不应该只是为了工作而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